大家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这些牛发青了吗 Hello 大家好 我是齿男尔看 晒得我的脸跟脖子都不是一个颜色 刚刚在洗衣服来着 结果别人家的牛跑到我们家这里来喝水来了 这里还有很多小公牛 可能也是找我们家的小花来的吧 看 这么多牛 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都不是我们家的 这个花的 那个花的是我们家的 看 看到这两头花牛了吗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 这两头牛是我们家的 然后奶产的会比较多 就是这种黑白花的牛比起那种 颜色是棕红色的那种牛产的奶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家的这种黑白花的牛会比较多 还有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家的这些牛发青了吗 就是把它放出去在外面吃草的时候 它不回家或者就是跑到别人家的牛群 各种海洋摸摸摸的声音怪怪的那种 我们从它的声音上就能看出来 哦 原来它发青了 一般我们这些牛就在这个时候 或者是在八九月 它们这个发青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夏天呀 冬天都都会发青 只要它的这个标好 它的这个身体状况好 是胖的 它就可能会发青 我们一般就是给它们配种的时候 都是叫兽医过来给它配各种 尤其是我们这种挤牛奶的黑白花 给它直接配个种就可以了 嗯 还有就是给它们配种的时候 呃 好像配一次就是二百块钱 然后这个时间到了它们就会生出来 而且这种生出来的这个小牛肚的 呃 状况也是非常好的 呃 它们的这个小牛肚 呃 每次生下来以后 我们就是会呃 关到圈里面 产的多不多 还要看它的体型大不大 就这种我们现在两万块钱都不卖 因为它奶产的很好 而且它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 现在我们家有十几头牛 在这个小公牛怎么比我们家的母牛还小啊 那个体型可以吗兄弟 哈哈 看 我妈妈准备在这边把这些牛滚了 看 这就是一个公牛 大牛 给他把AM ort 就тоящ像个味道 哎 这一会儿跑过打 哇 哦哦哦妈妈 抽的 又 especie不住了 又 fragrance 唉杷蛹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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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又在喝我刚洗衣服的这些水 看我在这边洗被子 牠过来喝 这些也是我们家的牛 但是这个小公牛不湿的 把它也赶出去 这个好像是我们家的 躺着都不起来 躺到路上不让走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家怎么这么小气 把别人家的牛都给赶出去了 就你们家那么大的草场 让他们吃一点草怎么了 但是我们现在让别人家的这些牛呀什么的 把我们家地上的草都给吃了 我们家的羊回来了 我们家的牛马回来了 他们就没有草吃了 其实我们这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这个环境 保护我们家的草场 看我们家还有这么多的羊 他们要吃我们家的 别人家的再过来吃我们家的 那不就真的就成荒漠化了吗 所以该保护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保护 不会让别人家的羊或牛啊 过来到这里吃草 这样 这样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